主料,白米饭400克,菠菜250克,大小食汁,鸡蛋两个,任时小鲜菜一袋,补料,寿司醋,蒸鱼果,西兰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上好的每鱼大米,电半锅蒸熟的米饭,要比平常的水少一些,粒粒清爽,精盈透量,拌入寿司醋,寿司醋的配方,150克。 白米醋90克的糖30克的盐,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棒量,鸡蛋撕一个鸡蛋加一小点粉加一勺水,一点盐搅打均匀,拼多,用纸巾擦点油,将半叶倒入,炭成薄薄的淡定,切成细子,鲜虾去透洗净,敲去泥线,锅内开水放浆片盐煮熟控干,从中间偏开备用,菠菜西兰花洗净用开水烫熟,用盐糖白醋香油拌入, 预备用,菠菜要切磨,否则不好切开,是鱼果洗净鸡蛋一个煮熟包去蛋皮,在底部切一片,便鱼鸡蛋站立,切掉的蛋白醉半切开,做小鸡的翅膀,用红色的是鱼果切个心形,做鸡关子三角形,做小鸡的嘴,在鸡蛋两侧用刀扎一下插上翅膀,顶上一刀插上鸡关子,一次装上眼睛 黑芝麻鼻子,超市卖的,这是小咸菜,我用的是披萨盘,也可以用个圆的盆,上面放上一层保鲜膜,放上一层米饭来了,上面铺一层空炸的半菠菜,要切得碎一些,否则切开食用时会扯不断,再铺上一层米饭,再放上一层,我用的是这式的咸菜泡螺骨片, 黄色的,以前做寿司就用这个非常的好吃,酸甜爽脆,大超市有卖的,再铺上一层米饭,整理好保鲜膜,用手压紧,倒扣出来,慢慢拿掉保鲜膜,面上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样子摆排了,烹饪技巧,关键是米饭要做得好,蒸饭的水,要比平常的少一些,比沥清爽精银透亮,菠菜要挤干甜,否则水本来更多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